Hello大家,欢迎回来 我也是好久没有在这里给大家录视频了 那是因为我最近刚从巴黎回来 这也是我疫情之后第一次去欧洲 所以非常的激动和开心 去到巴黎肯定是要买买买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巴黎的一些购物心得 就是怎么买最划算 当然还有一些有关巴黎爱马仕的一些最新的资讯 然后下一支视频呢 我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都在巴黎买了一些啥 那我们话不多说就开始吧 那我们先说一下爱马仕吧 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 那巴黎呢是有三家爱马仕在市区里面 不包括机场的免税店 那三家店呢就是有一个总店 然后有一个店在左岸 还有一个店在George V 那总店呢当然就是最大的它的旗舰店 左岸那家店就是非常的漂亮 也是大家说的那个鸟巢 那个那个店它里面的装饰 特别的特别漂亮 我特别喜欢的一家店 George V呢就是相对比较小一些 也是local去的比较多的一家店 那在之前呢如果是想要在爱马仕买包的话 都是需要appointment的嘛 那在18年19年之前是三家店 全部都是可以在早上去店门口 在它开店之前就可以去排队 然后它开店之后呢就会assign 这一天的这个appointment 但是在18年还是19年我有点记不清了 总店呢就把这个早上的这个排队的这个 改成了网上的预约系统 然后它是一个就是你在网上注册 然后预约第二天的appointment 然后呢它在每天晚上的7点半之后 发一个短信或者是邮件来通知你的预约 有没有成功 如果有成功它会给你一个时间 就是你的appointment的时间 如果没有成功的话就就它会就建议你再尝试 再试着预约 然后它就是一个这种怎么说 Lottery这个system就是抽的 就是像抽签一样的这种 但是那个时候呢总店是改了这个网上预约的这个 然后左岸和George V的两家店呢 都是还可以早上去开店之前去店门口排队的 那现在由于疫情的原因呢 左岸和George V的那两家店 也都改成了在网上预约appointment的这个系统 所以现在就是巴黎的三家爱马仕 就是如果说你想要去买包的话 都一定要在网上去提前一天来预约第二天的appointment 然后它的这个appointment它预约的这个时间呢 是在巴黎爱马仕的营业时间之内 是在这个时间范围之内 它的页面是可以就是你可以预约的就可以注册的 然后这段时间预约了之后呢 它在晚上八点半 一般就是七点半八点半之后吧 你就会收到邮件或者是短信通知 就是你的预约有没有成功 因为它的它的店在周日是关门的嘛 所以在周六你预约的话就是预约周一的appointment 在这个系统呢 就特别难拿到一个这个PG部的appointment 如果想买别的东西看别的东西的话 都是不需要appointment 你可以直接walk in 只是就是要买包的话就需要这个appointment 像以前的话如果可以去排队的话 那如果你特别想要一个appointment 那你早点起来去排队嘛 就肯定会有一个guarantee的一个appointment 但是现在它这个就是随机的在抽 所以特别特别的难 很多人都在试着预约 尤其是我们不在欧洲住的 那就更难 你只能在你去巴黎那段时间去预约嘛 那我这次去 约了有十几次都没有约到 就真的是特别难 我看到很多人都是约二十次三十次才约到 才能约到一次这样子 就现在就真的也是看运气吧 但是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系统 那这个呢就是现在巴黎爱马仕在网上 预约appointment的这个网站 那这个网站呢是在巴黎当地时间 也就是爱马仕的营业时间 是十点半到晚上六点半 左岸的家店好像到七点 在这段时间之内 因为它下面这下面有一个link 这个小费码上面这个link是可以点的 可以点的话就是说明你可以这段时间可以去预约注册 那如果不是这段时间的话就是没有这个link的 那我们就点了这个link 点了这个link呢 然后就会出就会打开这个注册的这个页面 那在这个页面上 然后第一个它是让你选你想要去哪家店 然后如果你不选的话 就是no preference 就是随机的给你assign一个点 如果你被抽中的话 但是在这家在这个呃 在这个选项里你也可以选 就是你要去它现在就是有三个 你可以选no preference 或者是你要去呃 Fabourg就是它的那个总店 还有就下面是 是George V 然后在下面是左岸的那家店 然后你可以选或者你可以不选 我觉得不选的话 几率可能会大一些 我实在网上没有拿到appointment 但是我还是有去店里面 我第一个去的是左岸的那家店 因为他离我住的酒店比较近了 然后去到那的话我就我就也挺直接的 我就问他我就说我在网上约了好多次都没有约到 就是不知道他们那天有没有有没有cancellation 或者是有没有availability 然后还挺幸运的 他就让我输了我的那个护照信息 然后马上就给了我一个appointment 然后呢后面几天 我有在George V也拿到了一个appointment 然后那个是因为我去店里面也是问同样的 就是他有没有有没有那个availability 然后得到的答案是没有 他们那天都全部都排满了 然后他就说你还要看什么别的吗 我说那我就看看别的吧 我就上楼就去看那个鞋子啊首饰之类的 然后当时就找了一个self associate给我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就说我想要什么想看什么 然后想要的东西他都没有 然后后来他就问我说你还想要看什么吗 我说那我还想要看包 但是他楼下的那个那个那个女生说他们今天全部都排满了吗 他说那那他可以再下去帮我看一下有没有cancelation 我说我说他说我说楼下那个说没有 他说那也不一定呢 然后那个selfs还挺好的 他就下去以后晃了一圈上来 然后他说有一个cancelation 然后他就说那你想要什么 所以就等于说就又给了我一个appointment 我都没有买到我想要的包 所以也是觉得挺可惜的 这个appointment就很难拿到 拿到以后然后只是成功了一半 然后还要看他真的有没有那个你想要的包 所以真的是挺难的现在 也许就是这个时间不是很好 这个8月份确实是很多他的爱马仕的工匠都在location 所以就包真的是特别的少 我觉得9月9月份之后我觉得应该会比较好一些 那在巴黎呢除了爱马仕还是有很多别的好买的东西 那这次呢想和大家推荐一个商场 那是一个LV集团自己的商场 它叫Le Bon Marche 读的好像不太对 但是也是在左岸 他离左岸的爱马仕很近 这家店为什么推荐它 是因为如果在巴黎可以待超过三天的话 就基本上可以变相的久折买一些奢侈品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它这个需要三天的时间是因为你第一天的时间你要先开卡 在你开卡的那天呢你要买够500块钱的500欧元的东西 买够500欧元的话 第二天你可以回到这个商场 然后你可以跟他那个customer service 说你要就是activate你的那个privilege day 它是一年有一次 就是可以在这个privilege day的话 你可以就你买所有的东西 它都会返百分之十在你的卡上面 然后它的卡是长这样子 然后它第二天返的那个百分之十呢 就是你要把你想买的那些比较贵的一些东西都放在第二天买 买的话然后那百分之十就会在你的卡上面 然后你第三天就可以去把这个积分花掉 就是你卡上的钱 然后你第一天的500欧元 然后第二天买的所有东西和用积分买的东西 都是可以去退税的 所以我觉得还真的挺划算的 现在是LV和小香 LV和Chanel是现在给改了 以前是百分之十 现在改成百分之五 可能就是太多人太多人用这个卡来买那个LV和小香了 所以他们现在LV和小香是百分之五 然后所有像什么Dior, Gucci 什么别的一些牌子 Monet也有 都是百分之十 所有第二天买的东西都会反百分之十在卡上 然后第三天你就可以把这个积分花掉 然后它这个是每年都有这么一次 就是你如果第二年再回巴黎的话 这个同样的操作可以再来一次 就我觉得还挺划算的 所以就推荐给大家 那再下来呢 巴黎还有一个很好买的地方 就是它的那个奥特莱斯 就是它的那个购物村 那里交通也很方便 从巴黎市区去呢 就坐那个地铁 只要大概40分钟左右 然后它里面的牌子也是有挺多的 那价格打 就是打折打的也是挺 我觉得力度也挺大的 那我有在那里买到两件 Moncleer旅容服 那基本上是美国的半价 我就觉得还能退税 就是特别特别的划算 如果要去那里的话 如果大家有银联卡的话 最好要带一张 如果有银联卡的话 你可以去它的那个 guest relations 它会给你一个bar code 那张bar code就是 在所有的店里面 除了六家店 基本上所有的别的店里 都可以在它的折上的基础上 再不就折 我觉得就挺划算的 可以无限次使用 好像除了Gucci Prada 还有几个别的牌子不能用 其他牌子都是可以用的 我觉得那个也挺划算的 它就已经很便宜了 然后再打百分之十 就非常的划算 所以奥特莱斯呢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 我也挺推荐大家去逛一逛的 那这些呢 是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所有内容了 那下一个视频呢 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巴黎都买到的些什么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Bye